有一個黃信男子涉嫌勾結境外廢物 化無機法 以俗稱的泥丟我警的犯罪宠法實施詐騙 他們故意選定偏遠地區的獨居長者為被害目標 用電話告訴他們的帳戶涉嫌洗錢及詐欺 要求他們把他們的存折 提款卡還有現金打包 並且放置於他們居家的附近 然後謊稱等一下會有秘密的警察 會前往詢詢並加以監管 事實上他們集團是派遣第一線車手前往詢群 並提供賬款 他們會跟他講說他的帳戶是涉嫌的這個邪騎 跟詐欺 如果要這些長者如果要沒事不會被關的話 要配合他們的指示刑事 初步清查我們全台總共有15名被害 被害金額高達5000萬 那警方以依刑法詐欺及違反組織犯罪制條例 罪群已經避免地前所准辦 警方在此呼籲民眾要是接到詐騙電話 一定要冷靜查證及報警 或者是撲打165反詐騙專線尋求協助